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夏小兰就是错呀 王建华其实也知道她的意思 王家默许两人结婚还不行 得敲锣打鼓地把她娶回家 该有的风光都要给她 王建华说自己后面补上 一定会让夏小兰当其他女人羡慕的对象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先把现在的给了 得 还得她回去磨 阮书与不同意在家里大骂 就是王广平也觉得夏小兰太拿巧 无奈王建华自己处一正 反正娶不到夏小兰 她就打光棍呗 结婚最好 不结婚也不妨碍她和夏小兰继续交往 但她那工作要的是稳定的家庭 而不是风言风语 梦里的王建华和现实里的她不太一样 是非常有决断的 任谁都看得出会有大前途 这样一个优质青年干部工作一年 不知拒绝了多少次领导好意做媒 拒绝的次数多了 都快把领导得罪光了 王广平也是看到了她的决心 没办法 这是认准了要娶夏小兰 不把两人婚事办了 不知道还要闹出什么幺蛾子 劫就劫吧 把该有的流程都走一遍 王广平和阮书玉亲自到大河村那穷地方去提亲 该给的彩礼没少一分 夏老太把嘴都笑歪了 整个夏家人都上来拍夏小兰的马屁 梦里的夏家人倒是和现实里差不多是一个性情 当然 夏小兰一直不是什么贤良舒德的孝顺人 她回老家 问过畏畏缩缩上不了台面的刘芬 要不要一起去京城 刘芬说 走了之后 家里的田地咋办 夏大军咋办 夏老太咋办 夏小兰就堵着耳朵 马上收回了自己的话 在夏家 王建华还看到了另一个熟人 夏小兰已经嫁人几年的堂姐 夏春花 听说她嫁到了林乡 因为夏长征两口子 把夏春花婆家给的彩礼全扣了下来 连两床被子都没陪嫁 婆家极为瞧不起她 有三年两抱 生的都是女儿 在婆家更是没地位 现在之所以会在夏家 瞧见夏春花 是因为她又怀上了第三胎 计划生育查得严 夏春花躲回娘家 第三胎想拼个儿子 王建华很好奇 就算生个儿子 能上户口 现在计划生育可是越来越严格了呀 夏小兰冷笑 把前面的女儿送人或者弄死 不就能给金贵的儿子上户口了 世上还有这种女人 自己不值钱 自己生的女儿也不值钱 之前还给我写信 问我能不能帮帮她 哎 王建华 我可告诉你啊 以后我生儿生女 你都要认了 要是不巧生个女儿 你敢黑这个脸 那我就带着你女儿 离婚改嫁给别人 让你女儿管其他男人叫爸爸 好吧 夏小兰呢 脾气虽然一直不怎么好 也很少像这样发火 都是因为她自己就是个女孩 刘芬还不能生了 从小没少被村里人欺负 也被夏家人嘲笑 这是夏小兰的一大痛点 王建华赶紧表忠心 我可不想留工作 不管生儿生女 你只生一次就行了 夏小兰哼了一声 王广平夫妻在夏家给了彩礼 商量了婚期 就住在了县城招待所 倒是夏小兰和王建华 要在夏家住一晚 这一晚还是出了岔子 半夜时候 夏春花挺个肚子 摸进夏小兰的房间 扑通就给夏小兰跪下了 夏小兰吓得尖叫 王建华一翻身 就从隔壁冲过来 原来是夏春花哭哭啼啼 哀求夏小兰帮帮她 怎么帮 翻来覆去都是她过得不好 姐妹一场 夏小兰如今嫁得这么好 拉她一把很轻松嘛 怎么了 先帮忙养着她两个女儿最好了 夏小兰若是不同意 夏春花婆家会把她两个女儿都送走 就像夏小兰说的 要腾出位置 给没出生的孙子上户口嘛 王建华都气笑了 这什么人呢 哪有叫还没结婚的堂妹 帮忙养孩子的 正好她爸妈今晚 在县城招待所 要是听见夏春花说的话 她妈能拿这个 笑话夏小兰一辈子 夏小兰也丝毫没留情面 叫夏春花滚蛋 我说养不起就别生啊 你和母猪拼着下崽子 生了就推给别人 你想的倒是好 夏春花可怜兮兮的 浑然听不懂拒绝 又转头给王建华磕头 吓了王建华一大跳 王建华怎么可能替别人养孩子 违反计划生育的政策 被人举报了 她的前程就完了 可夏春花不听这些 在她的想法里 王广平是大领导 只要王建华和夏小兰想帮她 多养两个孩子 有什么难的 夏小兰把夏春花狠狠骂了一顿 夏家人都惊动了 看着眼神躲躲闪闪的家人 夏小兰估计自己被算计了 这分明是夏家人商量好的 她要敢收留夏春花两个女儿 外姓人都养了 家里同姓的几个堂弟 怎么拒绝 好啊 想要当城里人 不靠自己想办法 却算计到她头上 夏小兰当下就收拾东西要走 王建华拦着她 夏家人又说尽好话 好不容易才将她安抚住 第二天到了县城 夏小兰问王建华 会不会嫌弃她 我这些娘家人 一个都靠不上 不撑我后腿 我就谢天谢地了 我一个人嫁进你们家 没有娘家撑腰 你妈肯定要欺负我 她妈妈的确会刁难 但要说到欺负 有她这个当丈夫的在呢 当丈夫的在家里有地位 谁敢欺负她妻子 何况 夏小兰实在不是随便被欺负的性格 若要欺负她 家里肯定闹得鸡犬不宁 为了家庭的和谐 她还是在事业上更努力一些 争取地位和话语权 同时 尽量别让她妈妈和夏小兰直接冲突 后来的事就比较顺利了 结婚没多久 夏小兰就替王建华 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这两个孙子 完全俘获了冉淑玉的心 让她不得不低头 向儿媳妇示好 这是肚皮争气 再一个 好几年后 王建华的工作上遇到个大麻烦 王广平都帮不上忙 却有人出手相助 帮助王建华度过危机 探根寻底 原来是夏小兰第一次和王建华去农场 本来替王广平和冉淑玉准备了不少东西 包括药物和吃的 冉淑玉背后说她坏话 夏小兰一生气 就把东西扔给了农场的一个病老头 那老头也是一直没有平反的 本来病得要死了 因为夏小兰送的药和食物又活过来 熬到了平反的一天 帮王建华度过难关的 就是老头的儿子 夏小兰从来不是个客气的 顺杆子就把人家视为靠山 更有理由作天作地了 反正在她的高要求下 梦里的王建华一直很有压力 也有动力 大学毕业时虽然29岁了 等到40多岁不仅追上了同龄人 还远远超过了同龄人 她也算做到了自己的承诺 让夏小兰活在其他女人的羡慕里 梦醒了 是砰砰砰的砸门声 王建华 你怎么还不起床做饭 想饿死谁啊 砸门的是张局长的女儿 王建华越来越凶神恶煞的老婆 她一时分不清什么是梦 什么又是现实 是梦吗 如果只是梦 那些细节是怎么填充的 她甚至还记得梦里 自己两个儿子的名字 可那也不可能是现实啊 在梦里 她和夏小兰从来没分过手 梦里 夏小兰的性情 和现实里的不太一样 梦里也没有什么夏紫玉 夏春花就是夏春花 一连生了几个女儿送人 好不容易才生出一个宝贝儿子 可又对那个儿子太浇惯了 十几岁就辍学 先是骗家里的钱 后来胆子越来越大 做起了当街抢劫的事 被警察抓住 就嚷嚷着自己一副是领导 梦里 夏春花的膝盖太软了 为了儿子要坐牢的事 又再次跪着求夏小兰 这是犯法啊 夏小兰肯定不会帮忙 所以这到底是她的梦 还是她的另一段人生 砸门的声音还没停下 王建华也没时间仔细探究 匆匆穿衣下床 可能是现在过得太窝囊 她忍不住幻想起另一种生活 她本来身材高大 因为窝囊 此时竟有些勾搂 她本来是该有另一种人生啊 如果高考结束那晚 她没有和夏紫玉买的酒 没有和夏紫玉发生关系 那等待她的 会不会就是梦里的人生 最后有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启咖 打赚 转发 启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